由美国两党他们一个议员团体提出的一个立法 这个立法叫做美国防止外国审查制度 这其实它的内容就跟它字面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呢 在我们现在最新的 我们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NBA 在这个9月初10月的时候的这个风波 我们知道当时这个Houston Rocket他的GM Dirah Maury他就是 等于是挺了香港的这个活动之后呢 当然是引起了中国非常愤怒的这个情绪 在很多的这个像是转播啊 或者是商品啊 都是对Houston Rocket还有对NBA是进行了很大的制裁 所以美国政府在经过了很多的案例之后 到NBA之后呢 可能就意识到了这个言论的上面的发表呢 其实你如果你是中国政府 你不应该有权利要来制裁我们国家的国民 在我们国家呢 我们国民是可以自由发言的 我们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所以你不可以跨国来管我们的国民 那当然在这个实际上在Tentically 它是没有办法以中国的法律来管制 这个美国国民他们的发言或他们的行为 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公司你是想要赚中国的钱的话 那你是很可能是为了要赢取中国的这个喜好 所以来对你公司底下的员工来进行惩处 所以这个法案呢 它就是禁止在美国营运的任何公司 基于与中国有关的言论解雇或是报复员工 而这其中呢除了我们这个提到香港以外呢 还有维吾尔人或是中国政府侵犯人群的话题 也都在此列 除了这个Daramori这个话题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记得比较清楚之外呢 还有几个其他的案例我想大家可能也都记得 比如说在2018年在有一名员工 一个这个万豪的员工 他是赞了一个 他只是在这个推特上面他点了一个赞 赞的这个文章呢是清西藏的一个推文 之后呢就被发现了 那中国就对这个员工他的这个 这个点赞的这个行为是十分的生气 所以呢这个万豪公司呢 就对他底下这个员工进行了处罚 解雇了这个员工 而且并对中国是一个正面的道歉 正式的道歉 还有一些时尚的大公司 比如说像Versarty 还有这个季凡希 他们都是因为在T-shirt上面 还有之前的GAP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们在T-shirt上面呢 在这个中国的地图上面 可能是忘记了台湾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标列着这个 城市跟国家的名字上面呢 他们会把香港跟台湾 把它等同于是一个国家这样子的 这个列表式的 在T-shirt上面来显示出来 那这都引起中国方面很大的反弹 那在中国有这样的反弹情绪之后呢 这些大公司他们也都出来做道歉 或者是对于他们所谓底下员工 有不当发言的这个行为 也都会进行道歉 或是进行一些惩处的活动动作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法律呢 就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制裁这些公司 让他们知道 你不可以因为你底下员工 他们是行使了他们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之后呢 要来受到中国影响 而得到一个处罚 这个是这个新闻当中呢 我觉得在执行上面呢 它可能对于美国的公司 当然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可能在实际上 还是会有很多执行上的这个灰色地带 不知道例子里怎么看呢 对 其实呢 在有这个消息一出来 我就去仔细查了一下法案 到底写了些什么 其实目前看上去似乎是规定 就是在你的劳工合同里面 那么不能够要求员工 因为呢 比如说这个 因为这个政治观点 而限制员工的言论 那么但是这个呢 其实在执行层面上到底怎么做 其实我也是怀有很大的问号的 那比如说如果我是万豪酒店的那位员工 如果我给支持西藏的贴文点了赞 那么我的老板 如果是不是可以以其他的理由 为由解雇我呢 就是说尽管这并不是解雇我的直接理由 但是可以成为解雇我的一个间接理由 那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在法律上又做什么样的判定 但是呢要说啊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法案呢 其实还并没有完全成形 也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两党的酝酿阶段 所以我们也比较希望 就是国会的议员呢 可能会考虑到执行中的这样的更多细节 但是不论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针对中国在海外 这样一个言论审查 有这样一个立法上的姿态 我觉得是非常可喜的进步 我也比较期待 就是这样的法案 到底可以走多远 到底是不是会对中国方面 在国际上的言论审查 所谓的这种长臂管辖 进行一些限制以及约束 不过说到言论审查这个问题 那么可能对于海外来看的话 大家当然觉得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同时也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您是来自中国的一位网民的话 可能言论审查对您并不陌生 其实呢 我们知道啊 言论审查或者是信息的管控 一直是中国方面治理的所谓特色之一 那么其中呢 在这次武汉的肺炎疫情中呢 也就显示的非常明显 就是在肺炎疫情中的很多数据 到底准不准确 到底真不真实 其实呢 不仅仅是国际社会会有不确定 中国的网民本身呢 也会有很多打疑问的地方 之前呢 就有来自英国的专家团队认为啊 实际上呢 湖北的疫情的真实案例数 可能是比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 要高达19倍到26倍以上 也就是说呢 这个数字中存在着很大瞒报的成分 在昨天 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的病例数 更是让大家觉得十分的诡异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2月13号 也就是呢 在刚刚过去的昨天 那来自中国官方的关于疫情数字 每日的最新通报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刺痛了 国人的神经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的通报 在2月12日 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天 湖北新增新冠肺炎的病例达到了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例 而全省的新增病亡率呢